第十季 笑里藏刀 这一季的原文是 信而安之 因以徒之 背而后动 务时有变 刚中柔外野 意思是说 表面上要争取敌方的信任 让敌方安下心来 从而丧失警惕 暗地里却另有图谋 做好充分准备 然后采取行动 不让敌方产生疑心 而出现意外的变故 这是外揉内刚的军事策略 笑里藏刀啊 原意是指表面装的和气 内心却阴险狠毒 口密附件 两面三刀的做法 运用到军事策略上 就是借用各种伪装的手段 欺骗和麻痹对方 来掩盖自己在暗中进行的 真实的军事行动 笑里藏刀之计的关键 在于用笑来掩藏刀 即表面上装出一副 千功温顺平和静人的样子 用诚恳的态度换取 甚至可以说是骗得别人的信任和同情 而实际上却暗藏杀鸡 使对方不知不觉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中 在军事策略上 这条计策一般是指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 来麻痹对方 以掩盖重大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种表面友善而暗藏杀鸡的谋略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春秋时代 郑卫公有吞并胡国的打算 但当时郑国的军事装备很差 条件也有限 倘若直接攻打的话恐怕很难取胜 郑庄公就把自己美丽的女儿 嫁给了胡国的国君为妻 这样一来啊 郑国和胡国就联姻结成了亲家 郑国做出非常想与胡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样子 为了进一步使胡国丧失警惕 郑卫公召集大臣商议新国大事 他问 现在我希望能扩张郑国的势力 你们觉得攻打哪个国家最有利啊 大臣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中有个叫关齐斯的人坦率地说 依臣看哪 攻打胡国是最合适的 郑卫公一听 马上脸色一沉 吏声喝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居然建议 我像已经结清的兄弟国家新兵 这不是献我们郑国于不仁不义之地吗 嗯 说着 郑卫公马上命人把关齐斯给杀了 胡国的国君知道这件事之后啊 认为郑国是真心对自己亲善友好 便充分信任郑国 再也不对郑国有什么戒心了 可就在此后不久 郑国对胡国发动了突然袭击 胡国丝毫没有准备 还没来得及做出有效的抵抗 就被郑国灭亡了 吞并了胡国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郑国都是势力强盛的国家 直到公元前37年 才被韩国灭掉 郑卫公不惜以联姻 和诛杀主张公胡的大臣为手段 迷惑敌人 以致使敌人完全丧失警觉 再突然袭击胡国 这是一个运用效力藏刀之际 获胜的典型战力 无独有偶 在战国时期 秦国一直都非常想对外扩张自己的势力 而夺取地势险要的黄河小山一带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于是秦王派公孙央为大将 率兵前去攻打魏国 公孙央带领的大军 直逼到魏国吴城的城墙下时 看见吴城的帝势险要 城防兼顾 一守难攻 公孙央觉得攻城无望 正在懊恼之时 忽然想起 自己与魏国的首将公子行是旧相识 于是心生一计 他马上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措辞非常客气谦卑 说现在虽然大家是各位其主 但考虑到过去的交情 不忍心 新兵互相残杀 还是两国把兵 定立合约为好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旧日好友的情感 还建议约定时间一起商议 议和大事 态度非常的诚恳 信送出去之后 公孙央还假装摆出主动撤兵的姿态 并令秦军的前锋立即撤回 魏国首将公子行 看完来信啊 又见秦军果然退兵 便信以为真 他非常高兴 马上回信 约定了议和的日期 公孙央见公子行 已经中了圈套 心中大喜 他暗地里命人 在会谈地点附近设下了埋伏 会谈那天 公子行带了三百名随从 到达约定地点 而公孙央带的随从更少 而且全部没带兵器 公子行啊 看见对方那么有诚意 便更加深信不疑 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 两人一同谈起了昔日的友情 并表达了对于秦魏两国修好的诚意 公孙央还摆宴款待了公子行 公子行性称称地入席 但还没坐定 就听见一声号令 秦国的伏兵从四面包围过来 公子行和三百名随从来不及应对 全部被秦获了 然后公孙央又利用背负的随从 骗开了吴城的城门 占领了吴城 魏国只得割让了西河一带 向秦国求和 公孙央用笑礼藏刀一计 轻易就占据了小山一带的军事要地 在唐朝的时候 李林府那可是有名的口迷福建 唐玄宗的时候 李林府担任宰相 他仗着自己是皇帝的本家不可一世 而李林府之所以能爬上高位 主要就是靠一套谄媚逢营的本领 平时待人接物时 他总是装出一副平和亲近的样子 朝廷上下都认为 他是一位忠臣 李林府与人说话的时候 总是面带微笑 嘴巴那像是抹了蜜一样甜 可实际上 他却心怀叵测 肚子里藏着毒箭 随时可能造谣重伤别人 当时与李林府同任宰相的张九龄 才能卓著为人正直清廉 大受好评 李林府妒忌得要命 生怕自己失宠 所以想方设法排挤张九龄 当时的惠妃 为使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 阴谋陷害太子 在唐玄宗的面前 诬告太子结党营私 图谋不轨 唐玄宗文后大怒 想要废掉太子 但张九龄认为 立妃太子乃国家之大事 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不能轻易为之 而站在一旁的李林府却一言不发 背地里却对玄宗宠幸的宦官们说 这是皇家自己的事 何须别人插手啊 言外之意就是 张九龄多管闲事 妨碍了皇帝自己的决断 这些话呀 传到了唐玄宗的耳朵里 唐玄宗也觉得张九龄太专断 李林府又趁机在唐玄宗的面前 说了一大堆张九龄的坏话 后来有一次 唐玄宗想要加封牛仙客 可张九龄认为 牛仙客不过是一个庸禄无能的人 根本不应该加封 并且约李林府一起到唐玄宗面前去觐见 但李林府口头上表示同意 觐见的时候却又是一言不发 回来后又私下把这件事告诉了牛仙客 但是唐玄宗仍然想加封牛仙客 张九龄据理力争 让唐玄宗非常不愉快 这时啊 李林府又在唐玄宗的耳边 说张九龄的坏话 黄帝 您想要任命人才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张九龄不过是个文官 拘泥古异 不识大体 成不了大气候 唐玄宗终于听信了李林府的谗言 他怀疑张九龄结党 疏远了张九龄 最后罢免了他的 再相植物 孝李藏刀之际啊 迷惑性极大 很容易中计 但也有人能识破孝李藏刀的轨迹 公元1206年 铁木珍当上了蒙古部落的克汗 被尊称为成吉思汗 而蒙古部落的元老扎木合 看到成吉思汗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害怕自己的力量会遭到削弱 因此一直对成吉思汗怀恨在心 暗暗寻找机会想要除掉他 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弓箭骑着骏马 率领一群士兵前去博尔汉山打猎 扎木合知道后啊 觉得机会来了 决定设计谋害成吉思汗 他命人在成吉思汗狩猎归来的途中 搭了一个漂亮的雕花帐篷 在帐篷里挖了一个很深的陷阱 陷阱里插满了枪尖 而陷阱上面却装上翻板 铺上华美的地毯 另外还准备了一桌美酒佳肴 邀请成吉思汗来品尝 成吉思汗与扎木合曾经结拜为兄弟 而成吉思汗又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虽然呢 他知道扎木合对自己一直有所不满 但是当扎木合以计谋之日为借口 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 成吉思汗没有表示出丝毫的迟疑 就前来敷厌了 成吉思汗刚进入帐篷后 扎木合就满脸对笑的说 哎呀今天是计谋之日 希望人凶尽是前嫌 开怀畅饮 我们不醉不归 成吉思汗正要入座的时候 他的猎鹰突然飞了下来 追逐一只老鼠 可是老鼠搜的一下 钻进了地毯里面就不再出来了 扎木合打惊失色 急忙割了一块肉扔给猎鹰 就在这一瞬间 成吉思汗发掘地毯下有陷阱 不过成吉思汗呢 并没有表露出来 他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扎木合说 您是兄长 立当做上席呀 说着他用力将扎木合 推到了地毯的座位上 只听扑通一声 扎木合掉进了陷阱 里面传出了一声惨叫 扎木合笑里藏刀 设计想指成吉思汗于死地 而成吉思汗却临危不乱 识破了扎木合的诡计 他将计就计除掉了扎木合 使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一季 笑里藏刀 就讲到这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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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